最后我还想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私人字型的使用 其实我这些通通都做完了 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比较急的需要使用的话 我已经放在这边了 我已经放在这里 范例下载点它 好 两个档案都是压缩档 所以你要解压缩 解压缩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什么 serif serif 比较漂亮的 然后这个是same same就是无的意思 后面那个s是serif的意思 无serif 好所以就比较不漂亮 所以建议你们使用这种字型 然后接下来我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你看哦 如果我今天我在YouTube 然后你就直接输入 输入我的姓名 如果我这里面放了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 思源字型 思源 好你看 如何使用免费的 思源中文字型 然后你看 如何下载 这是从下载开始教 下载好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 怎么使用 是不是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所以点一下它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学会如何从下载 有看到吗 就是像刚刚我是不是请你们到什么Google 然后去找这个免费自行 然后这个下载方法 有看到哦 好 反正就是如果说您花一点点的时间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怎么样 就是应该可以得到这相关知识 我还是请向建议你们 在我每一个影片 在我每个影片哦 最前面这边 我是不是都有放这个讲义 讲义 范例的下载 还有就是 这个我没有放我的LINE ID 好很抱歉 那个我再去找一下 一定有 有很多 好 比如说这个好了 这个影片 你看我一刚开始 我是不是有放我的LINE ID 所以你可以加我为你的好友 好 你可以询问我 然后我会告诉你 然后这也是我的YouTube YouTube 欢迎大家来订阅 最好是在这个地方看完之后 帮我点个赞 可以吗 你按一下赞 就可以改变 改变 因为你学到知识了嘛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改变 你也可以改变我 为什么 让我觉得很高兴 我的影片有人在看 而且当你点了赞 说不定哦 你的朋友也会看得到 可以吗 这真的是一个多赢 多赢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越学越好 像例如说这一个 这一个影片 我也觉得很不错啊 就是有些老人家哦 用手机讲出世界各国的语言 你看这样多好 他到日本 是不是就可以跟日本人交谈了 他当然是讲他的中文 但是 他日本人会听到 他说那个手机发出来的 日文的发音 她是不是有些人 那么 都 谢谢大家